向殉職的兩位員警及其家屬 致上哀悼之意 希望所有的民眾 參與圍捕的這些治安人員 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近期重大的暴力犯罪 血腱街頭頻頻傳出 希望民進黨政府 拿出整次治安的一個聚集作為 盡速把警力員而補足 首先 要向殉職的兩位員警及其家屬 致上哀悼之意 我想嫌犯犯下了驚天大案 惡性重大 不排除他會再度挺而走險 所以我在這邊要呼籲 全國所有緊緊調 參與圍捕的這些治安人員 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嫌犯目前下落不明 恐怕流竄大台南地區以外 也有可能向外擴散 希望所有的民眾 如果你有提供線索 或是有線索要通報 你也要在注意自身的安全 狀況之下而為之 兩人員警異襲殖 而且槍支跟子彈被奪 現場還留下了假槍 來故故一陣 骇人听闻 我想在警方必要的保密之下 应该要尽速的公布 公开这些资讯 以安民心 近期从高雄行刑事的枪决 南投的枪决案 还有台南警察议席案 这些重大的暴力犯罪 雪剑街头频频传出 希望民进党政府 应该尽速拿出 整次治安的一个具体作为 不要内政部长还在斗警政署长 我想台南市 在原额数的配置 严重的不足 而且台南市的刑事犯罪率 以及犯罪人口数 在六都都是明夜前茅 台南市光是远警的额度不足将近一千名 等于台南市的警察 他们是在超勤过劳的状况之下 在维护治安 也就是说台南市的警察 他们是用生命在保护台南市民的安全 我想借这个机会 呼吁黄市长 应该要编组议算 利用这个时候 编组议算 把缺额的这一千名援警 尽数地补齐 我想台南市议会一定会支持你这么做 而且每次我们都在议会 强烈地呼吁 尽数把警力原额补足 应该要对症下药的时候 我们下期见